海端乡历道部落有南横最美丽部落的美誉 但因地处偏远 资讯的取得与分享较为困难 但网路带来了希望 尤其iTry网路建置后 无线分享将改变部落的未来 其实我们南横公路 可以说是我们台湾省的秘境 每一年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去探访我们布农族以前的秘境 喜爱部落的游客来到这里 可以把部落的美 部落的文化 让更多的人看到 好吃 以前人买通的时候 人家人家很多 一些老婆家都来这里 爸爸洗澡不通之后 很多人家都没进来 但是现在有网路 他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联署啊 所以很多人都来这里 老朋友都在这里看完 再来买高粒菜 买泡菜 土豆腾 现在有这个无线网路 很方便的 很好用的 包括他的土豆亭啊 他的泡菜啊 真的一起办 阿超政府还有人泡菜呢 吃了高粒 真的不知道会买人 你就点那个登录 那下面有一个同意 那这样开始他就会连线了 这样你就可以跟你孙子他们如果去外面工作了 要跟他连线用视讯连线 不用电话费了 嗯 对啊 很多的景点 比方说那陆陆温泉啊 利松野心温泉 其实利松野心温泉 可以讲是百行第一的 他那个呈现七彩的珠宝那种颜色 会觉得很值得 值得去的地方 这个山上有很丰富的 原住民种的很漂亮的高粒菜啦 还有青椒啊 番茄啊 在山上种的口感特别好吃 特别甜 特别脆 大自然的分多精啦 副离子啊 来这边疏解生活的压力 让我们山上的餐饮业啊 都可以让他们有商机 江文 你有在用那个爱部落无伤网路吗 爱部落有啊 我们的网路是人家说是通的 南横这条路不确定 一个下雨啊 边滩风南边滩风都不确定 和工段联系 还有那个吉祖路况 幸福公路 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透过这个无线网路就蛮好用的 嘿嘿嘿 使用这个免费的网路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我们那个网路的费用 对我们村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只要是立道村民 我们都会在这个立道村民的群组里面 现在有这个WiFi 我们可以自己 在拍摄好的影片 或者是说好的景点 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然后我们再广发出去 这个iTravel无线网路 也可以让来我们雾路峡谷 还有山壁流出来的温泉那种 彩温的霉 可以让来的人 拍摄以后把它建置在那个网路上 让更多人知道这边的霉 让更多的部落的山上的那个生态 呈现给大家去健康的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